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儀 今天我就想拍一條影片 是關於香港和澳門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在我來到香港後才發現很神奇的地方 又有什麼在我來到香港後很想念澳門的地方 在開始之前 自先聲明 這條影片的所有觀點和言論代表我的個人意見 先打開頭盔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香港和澳門有什麼不同 那就繼續去片看下去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由我身邊的朋友出發 我發現香港比較少人去考車 因為澳門我身邊大部分朋友98歲就會去考車 無論是私家車還是電單車 但我發現來到香港很少人會去考車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是沒有什麼街泊的泊車位 澳門的話就算路超級窄 都會在旁邊有一些街泊的位置給人泊車 就是停咪標 但是我發現來到香港好像 不得的地方是有得泊車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香港泊車也挺貴 尤其是在停車場的收費 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比較少我身邊認識的朋友去考車 第二件事就是用字上面 用字其實我之前有一段影片 都已經有提及過有什麼不一樣 我這裡就不再詳細說 但是還有一點 除了之前提及過的字 我後期也發現是不一樣的 首先就是香港的居屋 就是我們澳門會叫做京屋的 去籃球比賽 這些會說打比賽 但是我們說法是去賽波的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跟朋友說 接下來我們要不要去看什麼賽波 他們全部都問了 好不知道我說什麼 但是我們是說賽波的 還有一個搞笑的字 就是我們會說尖隊 我會說尖隊 就是有些人打尖排隊 我簡稱我會說尖隊 所以這個字 但是我身邊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沒有聽過這個字 好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食物 就是香港通常吃十面子牛飯 但是澳門其實大部份的茶餐廳 都是吃乾麵子牛的 這個也是一個挺特別的地方 香港應該都有乾麵子牛吃 但是我見大部份的茶餐廳 都是吃十面子牛 但是如果大家來到澳門 都可以試一下澳門的乾麵子牛飯 是很好吃的 這是一個關於食物的方面 就是茶餐廳 澳門的茶餐廳 就是比較老式的那種 其實是不會幫你加糖的 因為它桌面會有一支糖漿 糖水的東西 基本上你叫凍檸茶 來到之後你會自己加糖 你就不需要跟伙計說 要凍檸茶小甜 另外就是關於旅行的一件事 就是機場方面 澳門的飛機是沒有什麼外國線的 例如你要去英國 美國 澳洲 這些都是沒得搭的 所以其實大部份澳門人 如果要飛去外國 都會過來香港 再在香港機場 坐飛機過去的 接下來就是關於錢方面 就是這個 我來到香港之後 才發現的這件事 因為我在澳門 其實有儲定存的習慣 但是利息是超級低的 但我來到香港之後 發現香港的定存的利息 是高非常之多 而且還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有很多虛擬銀行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 但是澳門暫時 我不清楚 即我不清楚哪一間虛擬銀行 提供給澳門的服務 但是在我的年代 我還在澳門的年代 就是沒有虛擬銀行 再來就是交通上面的一件事 就是澳門是不用付隧道錢的 香港過隧道要付錢 但是澳門可能是很小的關係 那些所謂的隧道 其實過海也很多 都是不需要付錢 是不需要的 大家來澳門的時候 記得乘搬的士的時候 要注意這件事 接著我們也跟的士有關 香港的的士有分 不會過海 但是澳門的的士是沒有分的 基本上那一輛的士是由澳門到 淡洲和路環 全部地方可以去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來澳門之後 有機會去旅行的時候 你們說乘搬的士 就不需要問過司機 究竟駕的士會不會過海 因為所有的的士是全澳門都可以去的 最後一個就是 我來到香港之後 超級震驚 最震驚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看電影的價錢是超級便宜 我完全是呆了 我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香港有學生票 澳門就是沒有學生票這件事的 而且就算用正價的價錢 澳門也是貴很多 因為澳門的電影只有四間 所以其實很貴 看一次電影都百多元起跳 最便宜可能80元 但是80元說的是 一些比較老式 舊式的戲院 但是香港 如果你有學生家 有些很新鮮的戲院 都是說60元70元 甚至有些40多元就已經有了 我覺得是超級便宜的 所以我來到香港之後 一個月基本都會看一兩次戲 因為戲票真的太便宜了 最後就是我暫時想到一些 香港和澳門的分別 歡迎大家如果覺得還有什麼不同 都可以下面留言給我們自己 那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拜拜